那剛剛的這個部分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這個公式裡面 其實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那個conif conif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range 如果未來假如說你這個範圍 是跨工作表 或者是說跨工作表的一個 另外一個工作表的裡面的一個 很大的範圍 那我都還蠻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 所謂的定義名稱 那它定義名稱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那個定義名稱就不會這麼長一串 只要一個名稱就好了 第二個的話也不需要去管錢的符號這件事 所以好處的話還蠻多的 然後大家怎麼操作 我來看一下取消一下 第一個你要先定義好名稱 那所謂的定義好名稱就是 我希望把這個範圍 哪個範圍 A2一直到下面 所以一樣你就先把 A2 control shift向下 也就是說呢 先把範圍先選好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把這個範圍叫什麼名稱 就是在你的左上角上面 會有個叫名稱方塊 有沒有 你們可能常常看到 前面奇怪怎麼多一塊 好像從來沒用過 對不對 如果你沒定義過名稱的話 你應該都從來沒用過 原來怎麼定義呢 很簡單 點它一下 對 給它一個名稱 比如說叫黑名單好了 那不一定要取很長 你會叫黑也可以 黑名單 反正你就給它一個名稱就可以了 最好是給有意義的名稱 Enter 記得喔 輸入完之後 要變成名稱一定要記得 要Enter 因為之前有同學打了之後就離開了 然後說老師名稱為什麼沒加進去 我說你操作這個 他忘了按Enter OK 所以記得喔 這Enter一下 而且這還蠻多個同學這樣 最後Enter 好 那怎麼知道呢 你的eSail裡面有沒有名稱 其實你點的這個名稱方塊裡面 就多一個了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簡單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公式裡面有個名稱管理員 這個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熟悉 公式 原來又有另外一扇窗了 公式裡面有這些第一名稱 當然第一名稱的方法很多啦 我剛剛講的這個方法是比較簡單的 反正你記這一招就夠用 其他很多方法其實結果一樣 可是我覺得你記那麼多要幹嘛 對喔 可以記一個你覺得OK 直覺的 那你可以在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點一下 這邊就有個黑名單 然後也有一個參照到有沒有 那之前我發現有同學好像做錯 就是他定義的那個錯了 因為最後的結果跑就不對 那我說你檢查一下名稱 那範圍錯那怎麼辦 要不你就把它刪掉 要不你就編輯它一下 比如說你範圍可能跑掉了好了 可能你少一個 你就把它再加一個打個勾 有沒有 然後它就會範圍重新更新的啦 不過未來可能會遇到狀況 就是說它如果是要更新 你變成你這地方還是要隨時更新 那你就很麻煩啊怎麼辦 不然有個方法 你剛才選整籃算了 也是個方法 整籃的話反正它更新通通會參照到 也是個方法 但是好像有一個問題 就是好像直接效率有時候會卡一下 為什麼因為底下很多空白的 這個你們可以試試看 因為這個如果你要有更新的話 這個也許是一個解決 不然你每次都要再改數字 加1加1 打勾 OK 那或是編輯 好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 對定義名稱 記得就是先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給一個名稱Enter就好了 好 確認的話就是這個名稱方塊 跟這個名稱管理員 第二個的話怎麼存取 很簡單 回到剛剛的公式地方 你就不要用那個 就是點過去它選了 接下來的話你要如何存取 那個名稱呢 記得可能要記一個快速鍵 叫F3 如果你按F3的話 它這個時候的話 會幫你跳一個清單出來 那個清單的話呢 就類似像這個名 有沒有 所以將來假設 你有很多個名稱 你就可以點一下 選你那個名稱就好了 OK 所以黑名單點兩下 這樣就過來了 不過啦 好像有些電腦常常會show 就是按F3不理你 那怎麼辦 沒關係你打黑名單三個也可以 那F3只是說 它方便是說 跳清單上你選 如果你用打的也OK 反正那個名稱和match 就可以去轉換到那個範圍了 OK 按確定 然後呢你會發現 它最大的好處有兩個 我剛剛提到 第一個 它的那個名稱變短了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你就不用去考慮到 鎖前的符號的那個問題了 OK 好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樣 其實沒什麼差別 弄起來好像也 反正 我是覺得優點應該大於缺點 因為你只是說 你要做一個前置作業 這個動作 所以第一名稱部分 請各位就是先 試試看 把它改一下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 我如果希望做一件事情 因為剛剛我們不是做那個查詢結果 是人工作業對不對 那我希望 可不可以幫我做就是 我們 將來希望做兩個按鈕就好了 一個按鈕按下它 自動幫我把黑名單查過來 然後另外一個是清除這個範圍 OK 也就是說啦 如果按下它 然後它這個名稱不對啦 不過 改一下就好 自動幫我把剛剛的那個範圍 只要call過來 那如果 如果你 程式不會寫的話 然後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製的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 然後變成 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自動幫你把黑名單帶過來 另外是清除 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就是你選整檔 可以 OK 試試看好了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 就是先把這個黑名單部分 先定義好一個名稱 這個第一名稱很重要 OK 因為如果你不會定義名稱的話 假如你將來 會有很多跨工作表的那個範圍 我會 就會常常會遇到那個狀況 就是那個 名稱 很長一串 OK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 也可以用那個 第一名稱 來解決 以後 按F3 它就可以用選的 那範圍部分的話 就 可以 就是說 直接就指向 也不用加鎖定符號 但是 可能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呢 你如果那個範圍會更新的話 那建議你剛才選整欄 會比較 沒有問題 因為如果你資料 如果會更新的話 好